女人穿上新买的高跟鞋 她来到镜子面前静静地欣赏自己 年近半百的她 始终保持着少女般的身材 她来到窗户边 发现隔壁男孩正在换衣服 透过窗户观察 男孩强壮的身材 让她一不开她的目光 男孩感受到火热的目光转身 女人吓得躲在窗帘后面 这一切似乎让她内心变得火热 女人叫阿珍 她是一个大学老师 这天她带着儿子小帅出门时 自动地车库的大门出现问题 就在阿珍努力托举车门时 一双强壮的手臂帮她举起车门 原来是隔壁男孩阿伟 从小父母双王和她叔叔一起生活 男孩帅气的脸庞 让阿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上阿珍透过窗户看见 阿伟无微不至地照顾叔叔 而且二人的兴趣爱好也相同 都对文学著作有着浓厚兴趣 阿伟送给阿珍一本出版书籍 还是阿珍最想要的一本 长得帅气而且兴趣爱好相同 这一切让阿珍对阿伟产生了好感 晚上阿珍通过窗户看见阿伟的声音 让她内心变得火热起来 阿珍来到楼下 想用酒精压制内心的躁动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 阿伟突然打来电话 说怎么用微波炉做烤鸭 阿珍当然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她急不可耐地赶到了阿伟家 做完烤鸭后 两人坐下聊起天来 阿伟含情默默地注视着阿珍 毫不吝啬地大赞阿珍漂亮美丽 阿珍意识到情况不对 就在她起身离开时 一头撞进了阿伟怀里 这段不好看我就跳过了 就这样两人度过了一个甜蜜的夜晚 到了第二天早上 阿珍却对昨晚发生的事情后悔了 这个女人已经年轻半百 可是她的身材却像少女一般 阿珍来到阿伟家帮忙做烤鸭 事后想要离开时 没想到撞进了阿伟怀里 嘴上说着不能这样 但是她沦陷在阿伟的眼神里 就这样过了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 阿珍醒来却后悔了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阿伟端来了爱心早餐 她还沉浸在昨晚的温馨画面之中 而阿珍已经后悔不已 她想要穿好衣服离开 但是阿伟想要她留下 阿珍说昨晚只是一个错误 阿伟瞬间情绪失控 她一拳打在了墙上 阿珍也只能先帮她处理伤口 稳定好阿伟的情绪后 阿珍离开了这里 但她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才是噩梦的开始 为了见阿珍一面 阿伟利用小帅来到阿珍家里 在一家人吃饭时短暂接触 这天阿珍正在学校上课 阿伟却来到她的课堂上课 阿珍去询问校长 校长却说是她发的邮件申请 她回家查看电脑 果然有人给校长发了邮件 学校举行了一场晚会 阿珍带着儿子参加晚会 当阿珍前去卫生间时 发现墙上写满了自己的屋檐会语 随后阿伟也出现在这里 她把阿珍逼弄在墙上 想要对她动手之事 阿珍一记西撞将阿伟击腿 接着她赶紧离开了这里 隔天阿珍来到教室上课 她发现教室里挂马了 她和阿伟的艺术套 眼看马上就要上课 阿珍急忙将照片全部收了起来 还好在学生进来前收拾完毕 等阿珍下课回到家 阿伟就借机来到阿珍家里 借机威胁让阿珍晚上来整她 阿珍只能答应下来 晚上阿珍和阿伟摊牌 警告她让她不要再骚扰自己 可是阿伟怎么会放弃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女人正在试穿新买的高跟鞋 年近半百的她依然拥有着窈窕身材 一次意外让她邂逅了隔壁的小鲜肉 但是阿伟的一次次疯狂举动 让阿珍想要远离这个小鲜肉 这天阿珍将阿伟做的事情告诉了闺蜜 闺蜜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闺蜜开着阿珍的车将阿伟引开 而阿珍偷偷潜入阿伟家里 寻找自己艺术照的线索 没想到阿伟很快就发现了 她马上调整车头回去 闺蜜赶紧打电话给阿珍 让她赶紧找到离开 阿珍顺着强调的电线 很快找到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贴满了自己的照片 她在一台电脑里找到了照片 将照片删掉后离开了这里 让人没想到的是 疯狂的阿伟绑架了闺蜜 阿伟用闺蜜的电话打点阿珍 等阿珍赶到闺蜜家 发现她早已被杀害 阿珍惊慌失措地跑到室外 来到车里想要报道 阿伟突然出现 她用枪威胁将阿珍带走 两人一起来到一间仓库 阿伟将灯打开 阿珍发现自己前夫和儿子被抓了过来 她被阿伟吊在当空 并对其进行殴打 因为阿伟非常痛恨不忠的男人 他更是想要对小帅动手 阿珍急忙拦住阿伟 暂时用言语稳住阿伟 趁阿伟转身的时候 阿珍拿出一把铁盘手 将阿伟打印在地 接着阿珍给儿子解绑的时候 被醒来的阿伟抓住头发拖到一边 然后拿起汽油桶将汽油洒满了仓库 阿伟掏出打火机 阿珍冲上前阻拦 手里的打火机掉落有难的气氧 阿伟和阿珍扭打在一起 关键时刻前夫挣脱了绳子 他抓住阿伟将他甩飞出去 没想到阿伟转身就是一枪 前夫中枪倒在了地上 阿珍见前夫倒地 他趁阿伟不注意 拿出一管注射器就朝阿伟的眼睛插去 剧烈的疼痛也让阿伟疯狂爱好 他忍痛将针筒拉出去 就在阿伟拿枪准备解决阿珍时 阿珍拉下开关 阿伟就这样流合饭 最后一家三口搀扶着离开了火海 影天告诉我们 世界上诱惑太多 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否则自己中的苦 要自己吃下 影片到此结束